小黑你好好哄着弟弟不许打架啊 放心吧妈妈 我最喜欢小弟弟了 没事的安娜 不用担心 小黑这么懂事 一定不会欺负弟弟的 小弟弟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我去跟你拿个玩具玩哦 玩具来了 小弟弟 这个小白兔可可爱了 是我最喜欢的玩具呢 它有长长的耳朵 毛茸茸的 可可爱了 我和你一起玩吧 你看他们俩玩得多好啊 小黑真会照顾宝宝呢 是呢 以前没发现 原来还真有个大姐姐的样子 小弟弟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只兔子啊 你要是喜欢的话 姐姐就送给你了 好不好 你怎么哭了呀 你别哭呀 阿比阿姨 宝宝哭了 没事的 没事的 他可能是饿了 不哭不哭 我们这就回家啊 阿比阿姨 我还没有和弟弟玩够呢 小黑 明天我再来弟弟来找你玩好不好啊 小黑 弟弟他饿了 你回家喝奶了啊 太好吧 阿比阿姨 明天你一定要来哦 放心吧 我们一定来找你啊 我们就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宝宝阿姨 拜拜小黑 拜拜 安娜 好了宝宝 我们到家了啊 这就给你喂奶 好了快喝奶吧 把我们宝宝饿坏了吧 下次再出门 我可得给你带上点奶粉才行呢 好了 吃饱了吧 今天在安娜阿姨家玩得开不开心呢 小黑姐姐是不是很好啊 好好好 我知道你喜欢小黑姐姐 明天我还带你去找她玩啊 好了好了 我们要洗澡休息了 放点沐浴露 给宝罗洗香香喽 宝宝乖 洗香香喽 宝宝不哭不哭 怎么回事啊 洗澡怎么还能哭呢 来 我给你拿一个玩具玩 玩玩你的小黄鸭好不好啊 每年你最喜欢的小鸭子 让它陪我们宝宝洗澡 好了 宝宝洗香香喽 好了 睡觉觉吧 一会儿睡醒了 明天早上起来 我再带你去找小黑玩 终于到超市了 来喝糖果吧 好久没买糖果了 啊 这么一大罐啊 我拿回去 它会不会不让我吃啊 哎呀 不管了不管了 先放里边再说吧 看看再来点什么呢 哎 来桶爆米花吧 回家看动画片的时候 正好吃爆米花 看看还有什么呢 可乐 不行不行 打笔不让我喝炭酸饮料呢 牛奶我又不喜欢喝 去那边看看 那边好像有果汁 哇塞 那个小熊瓶子的果汁 哇好漂亮啊 来一瓶 嘿嘿嘿嘿嘿哎呀 天呐我的天呐 这可怎么办呢 糟了糟了 阿姨不会让我赔吧 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跑才行呢 哎呦 小朋友你怎么了 这么急急忙忙的 啊 阿姨 对不起啊 我 我不小心把你货架上的东西弄倒了 没关系的小朋友 阿姨收拾一下就好了 好吧 阿姨 那我来帮你 嗯 真是好孩子 好了小朋友 辛苦你了 你可以继续选购了 谢谢阿姨 哎呀 忘记让阿姨帮我拿小熊饮料了 算了算了 还是不要他了吧 我还是拿一个矮的果汁吧 再来喝饼干 好了 这些差不多了 去结账 阿姨也结账 好的小朋友 选购完了 来阿姨帮你算一下吧 谢谢阿姨 啊 小朋友一共是39元 为了感谢您帮阿姨收拾货柜 阿姨就留你30元吧 谢谢阿姨 不客气的小朋友 小伙伴们终于到中卧了 我好想出去玩啊 你们想一想咱们去哪里玩好呢 要不然咱们去游乐场吧 我好久都没有去过了呢 好呀好呀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呢 啊什么情况 啊怎么回事啊 我们衣服的颜色怎么没有了呀 啊我的也没有了 啊怎么办怎么办 先别着急嘛 我们想想办法 赶紧把颜色找回来呀 对呀对呀 小朋友们 你们能来帮帮我吗 我的裙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我们来试试这个颜色对不对 Blue 不对不对 我不是这个颜色的 我们再来试试这个吧 Purple 没错没错 就是我最喜欢的紫色 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哟 到我了到我了 小朋友们 我是什么颜色的呀 试试这个颜色 Pink 不对不对 我是男孩子 怎么能是女生的颜色呢 我们再来试试这个 Red 没错没错 我的衣服就是红色的 还是芭比给我挑的呢 嘿嘿嘿 该我了该我了 我的裙子是什么颜色的呢 我们来试试这个吧 Yellow 不对不对 我不是这个颜色的 不是不是 我们再来试试这个 Blue 没错没错 我的裙子就是蓝色的 终于到我了 我的裙子是什么颜色的呢 小朋友 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我们来试试这个颜色吧 Pink 没错没错 我的裙子就是粉色的 这可是我自己挑选的呢 漂亮吗 我们的颜色终于回来了 这下我们可以去游乐场玩了 耶 好开心呢 嗨 嗨 请请记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